虽然一个人带孩子生活可能会比较艰难 但也总好过一个这样的陌生人 时常在你心目当中让你去担忧 让你去烦恼 该离就离吧 该要的抚养肥一分都不能少 视频中途里老师在开导的女人是小王 今天她上节目 是为了结束跟丈夫小韩之间的八年婚姻 他们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危机 竟让小王不顾八年的感情和七岁的孩子 也要跟小韩离婚 而又是什么原因 最后让图里老师和王启老师双双离席 故事很精彩 麻烦各位给个点赞关注 点赞关注的家人 今年必定是事顺利 财源广进 尔孙满堂 故事还要从小韩买彩票开始说起 那次你说因为你买彩票 我就生气了 生气我就一般跟他生气嘛 就是生那种憋气 然后我就直接去上班去了 到班我就休克了 休克把我们班人都吓得不下 我们班人就把我送医院去了嘛 你知道这是什么病吗 就是心脏病 这是让你气出来的 我以前跟你结婚头 我有过心脏病吗 你说 我有过吗 因为买彩票的事 小王活生生被气出心脏病 上着班突然就晕倒了 着实把自己和同事吓了一跳 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以想而知是非常严重的 而这一切的原因 小王都推到了丈夫小韩身上 按道理 买彩票就是几块钱的事情 生活中都有很多人会买福利彩票 这样的事情也能把人气出心脏病吗 小王说的是不是实情 这其中有没有什么隐情呢 我们俩是在北京上班 一块上班认识的 完了回来 我们不是08年就结婚了吗 结了婚之后 没多久 他就迷恋上彩票了 他每个月 他都花好几千 去买彩票 那时候就是 他下岗 我上班 他一个月那时候 就是买好几千块钱的买 那你一个月收入多少 我那时候一个月收入也就是两千多块钱不到三千块钱 小王小韩是因为工作认识而结婚的 一开始小王是觉得丈夫老实可靠的 所以才在零几年就早早嫁给了他 只是没想到才结婚没多久 丈夫就变了 没有工作也就算了 还迷恋上了彩票 而且每次都是几千几千的买 那时候小王的工资也才两三千一个月 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你身上 你能忍受吗 就在众人惊讶于小韩的做法时 小王继续说着丈夫的变化 小韩的行为确实是有点走火入魔了 连坐电梯都想着买什么号码 这样的男人在身边 不但不能帮助到小王 还让他整天提心吊胆 想想也是够累的 小韩继续这样下去 还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 好家伙 小孩一开始还只是有点神经兮兮 后面居然发展到了 不中奖都能怪小王买的衣服有问题 这样的事情说出来 观众都忍不住笑了 这小韩也真是够扯的 本以为这样的事情已经够离谱了 随后小王说出的话更是让人愤怒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小王再也忍受不了 丈夫不停地买彩票 于是一狠心把他的彩票都撕了 想要给丈夫一个教训 让他早日回头 不要再想着这种一夜暴富的白日梦 可谁知平日里一次都没中过的丈夫 这次居然走狗屎运中了五千元 而正是这五千元 小韩居然想要动手妻子 小韩真是不知好歹 妻子和钱 孰亲孰众都分不清 不要说区区五千元 就是五万五十万 小韩也不能动手打人 何况本来就是他又坐在先 看到小韩如此的荒唐 嘉宾老师都直摇头 本来好好的小伙子 好好的一个家庭 小韩到底是怎么迷恋上买彩票的呢 原来一切都是朋友的怂恿 才让小韩接触到了彩票 而第一次买彩票就中了 这让小韩心中有了靠彩票发家的念头 老人常说靠赌为生的男人嫁不得 小韩的情况算是验证了这句话 不但赚不了钱 最后还因此想要打老婆 对于小王的说法和现场观众的反应 小韩不以为然 他对买彩票有着自己的见解 小韩坚称自己的做法没有错 自己的本意也是想要挣钱养家 而买彩票他觉得是跟理财基金是一样的 都是投资的一种 不难看出 小韩读的书并不多 很多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不然他也不会把买彩票跟理财基金混为一谈 更是定义他们为同样性质的失误 看到小韩依然倔强的嘴脸 主持人向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大家都懂的一个道理 十读九书 而小韩自然也不例外 虽然口口声声说这也是一种投资 实际确实输得一塌糊涂 这笔账小韩不可能不懂算 之所以还一直痴迷继续买 就是一种赌徒心理 不服输和侥幸的心理 在这里也呼吁大家 千万不要参与赌博 赌博随时能让一个家庭之力破碎 家破人亡 小韩输了这么多钱 自己又没有工作 他哪里来的钱继续买彩票呢 难道是小王辛辛苦苦挣的钱 都被他抢去了吗 小王的话告诉了我们真相 原来小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他妈妈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母亲 知道儿子的这种行为 不但不致指 还给予支持 这样的行为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 真是慈母多败儿呀 本来只是这一件事情 小王觉得忍忍还能过的 毕竟自己挣的钱只要保管好 这个家还是能走下去 只是后面发生的事情 再一次含了小王的心 这到底又是怎么了呢 原来因为工作关系 小韩去了外地 小王只能在家独守空房 本来盼着丈夫假期 能回来陪陪自己 结果小韩却一直以忙为理由 很少回到家里 甚至于自己儿子 在极少见到父亲之后 再见面时都不认得了 小时候还跟他挺亲的 因为现在总也看不见他嘛 孩子现在他回来了 把孩子就说 这偷着跟我说 这男的谁呀 他怎么总上咱家来呀 就这样了你说 小孩一天天的长大 记忆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 小韩却没能在这个阶段 多陪陪儿子 也难怪儿子不认得他 而对于这一切 小韩都统一用工作忙来搪塞 对于丈夫的说法 小王是不认同的 按道理小韩如果真的这么忙 工资应该是很高的 可实际他每个月 只给家里1500元 多一分都不会给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韩做的到底是什么工作 工资真的这么低吗 你一个月到底挣多少 你能告诉我 这个不能告诉你 保密 行吧那你这么告诉我们吧 这1500大概是你收入的多少 肯定不说 我换个问法问你 你每个月花多少钱买彩票现在 我不说多少钱 是工资比例的多大买彩票 告诉大家 这我还不说 我一说他都知道了不是 他也会算 面对主持人的提问 小韩吞吞吐吐的不愿意说 就算赵川老师兜个弯子 想要套一下他 小韩也是狡黠的敷衍过去 不难看出小韩心中肯定有鬼 不然为什么不肯把收入情况告诉妻子 看到这里主持人忍不住再一次提问 那你来今天是干嘛的 他说离婚 那我挽留婚姻了呢 你是挽留的 那挽留婚姻 为什么自己的妻子都没有权利 知道你挣多少钱的 你拿什么挽留啊 赵川老师的话 一下让小韩愣住了 显然他也不知道找什么借口聚员回来了 明明是想要跟妻子和好的 现在确实这样的表现 小韩的态度真是没有一点诚意 而小王似乎也是失望透顶了 对此他还向我们透露了另外一件事 小王为了监控丈夫有没有继续买彩票 偷偷在他手机上装了监控软件 虽然小王的做法是不对的 不值得提倡 夫妻之间应该要有更多信任的 但是就是小王这一行为 竟然发现了丈夫小韩隐藏多年的秘密 原来小王发现了 丈夫跟一个叫蔡姐的女人来往很可疑 女人的直觉让她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 所以她在暗中偷偷搜集证据 而对于妻子的控诉 小韩并不承认 直言那只是自己的一个客户 那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小王所说的证据又是什么呢 小王把丈夫跟蔡姐的聊天记录拍了下来 而上面的聊天内容也是让人浮想连篇 看到这里 很难相信小韩跟蔡姐是清白了 小王跟大家说 丈夫不仅网上跟蔡姐聊得欢 现下对蔡姐也是积极的憾 甚至连儿子生病都不顾 有一次她可回来了 礼拜六回来的 回来到家还没半个小时了 就接到一个蔡姐的一个短信 搜索就走了 我就发现她那个手机上 那个当时不看见了吗 蔡姐说叫她回去呢 你知道那时候孩子还硬的呀 蔡姐有事着急走 她家楼房新买的装修 正在装修 那她没空看 她让我看一下就咱了 是蔡姐重要还咱家重要啊 孩子还有病呢 许久未见的丈夫 才刚到家不到半个小时 就被蔡姐的一条短信叫走了 留下忧怨的妻子和生病的儿子 也难怪小王会喊出 到底是蔡姐重要还是家庭重要 面对妻子的控诉和现在观众的不解 小韩议员坚持自己的说法 称蔡姐只是自己的客户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 小韩议正言辞地说着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维护好跟客户的关系 而且自己的付出也有了回报 现在一级都是公司第一 她不明白 为什么妻子就是不能理解自己 听到她这么说 主持人都乐了 疑问道 我特好奇的问一句啊 你在你们单位销售第一 跟这个家有什么关系吗 我觉得你在全中国销售第一 跟这个家也没关系啊 因为你一个月不就给家里面 1500块钱吗 钱呢 钱呢 忙业务啊 有的 不是钱 你忙什么业务啊 你什么公司啊 你跟我们说说 我特好奇 赵川老师说的太对了 小韩不管如何狡辩 他每个月只给家用1500元 确实是实 不管是为人妇还是为人夫 小韩都是不及格的 在赵川老师的追问下 小韩承认自己也有投资 跟人做点生意 现在工资收入还算稳定 你都做这么大了 哎呦 那你一个月不少挣啊 你挣的钱呢 随着小韩在外打拼多年 失业也有了一点起色 现在也是越做越大了 但是他每个月给家里的钱 却一点没变 这不禁让人疑问 他到底赚没赚到钱 他的钱到哪去了 小韩经不住主持人的一再追问 终于说出了实情 小韩的工资早已涨到了7000多 而他却一直没有告诉妻子 小王听到这里 瞬间即就不打一出来 他实在想不明白 自己同床共诊八年 还给他生了儿子的丈夫 怎么就这样对自己 而随后小韩的回答 直接震惊了全场 好家伙 小韩觉得给1500元家用完全够了 剩下的自己存起来 不能全给妻子了 小韩的说法 震碎了所有人的三观 没想到他居然是这样的思想 夫妻之间难道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吗 那他还要老婆干嘛 做光棍那别人就花不到他一分钱了 小韩的话成功引起了重怒 众人纷纷叫喊分手 恨不得马上拉着小王就走 而心细的赵川老师 却敏誉地察觉到了小王的纠结 于是他对小王做出了这样的假设 我们在假设啊 我们做最坏的假设 这个人就是还迷恋买彩票 这个人就是跟那个异性朋友 他们有一些不正当的关系 但我正说 从今天开始 我跟那些阿杂不堪的生活 挥手说再见 你会考虑跟他站在一起吗 我得看到这事就又说的是 他真的能办到办不到 如果他能办到 我就肯定会跟他在一起 我明白了 主持人给小王假设了一个最坏的情况 让小王去选择 而从小王的回答中可以发现 小王还是愿意给机会丈夫的 只要小韩能够改变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不知该说他傻还是心胸宽广 那对于他们的情况 嘉宾老师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和建议呢 我说你爸 不挣钱的时候 好意无劳 挣钱的时候 以止气势 你现在挣钱了 哪怕你一个月挣七千多 往家里交一千五百块 想过以前你下岗的时候 老婆养你的时候吗 还口口声声说 我是为了家里 这不是一个买不买彩票的事 也不是一个菜姐不菜姐不事 而是一个自私不自私的事 你现在脸上满满血自私 王岐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韩的问题 他根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做什么事情永远先考虑自己 他现在这样的情况 根本就是咎由自取 不值得原谅 而对于小王 他更是恨铁不成钢 你看你查得多 真挺傻的 你什么事情 其实心里面都明白 你不明白 你查他什么呢 你心里都明白 但就是希望找一个借口 找一个支持自己 我是错了的理由 你现在还年轻 小孩不能带吗 让他一次骗你 等到你老了 他走了 丢下你个孩子 比现在惨多少倍 跟着白眼狼有什么幸福可言 不管他穷的时候 还是富的时候 都没你什么事 有什么幸福可言 王岐老师直言小韩就是一个白眼狼 小王应该尽早离开他 虽然现在带着小孩会辛苦一点 但是起码自己还能养活 甚至再找个真正能过日子的野心 不然等以后年老色衰 再去后悔就来不及了 而对于小韩 曲伟老师更是讽刺他人品有问题 你妄图把一个很正当的事情 变成一日暴富的一种方式 可能吗 说你心术不正 还反映在你工作上 我们都知道 你跟这个所谓的客户 在有暧昧的关系 你图什么呀 你图的是他可能会给你带来的生意 还是钱 取之无大 即使你是销售第一 用这种方式换来的 你也不是什么好的销售 曲伟老师认为 小韩的做法是想通过他人获利 这样的动机是心术不正的 虽然短期有时能够获利 但是长远来看必定初始 而买彩票这种妄想一夜暴富的事情 更是一点不可靠 那么最终图雷老师会做怎样的总结呢 按道理来说 但凡是心里有着这个家 就唯恐往家里放的钱不够多 怕他们娘俩这日子过得不好 可没见过谁 他为一千五在家里不足工资的三分之一 而且还不告诉对方 我是我赚钱赚多少 所以你心里根本不担忧 老婆孩子在家里过得怎么样 图雷老师的问题深入灵魂 作为一家之主的小韩 居然能把老婆儿子扔在家里 自己在外面潇洒 任由他们孤儿寡母自生自灭 想起来的时候才回去看望那么一下 每个月只给不足自己工资 三分之一的钱回去 难道小韩是没感情的冷血动物吗 对生活靠买彩票投机 对老婆孩子隐瞒冷漠 就连上节目的态度都不端正 难怪图雷老师说他没有一点诚意 事情到了如今很显然他今天 想回头的真诚是不够的 他到今天还在投机 甚至不愿意告诉你自己所有的收入 这样的男人显然是不可靠 我都特别的疑惑 为什么你们坚持了七年 到今天才来闹离婚 其实你内心还不想离 但是我告诉你 就以今天他这样的态度 在离婚这个事情上 如果你一再再迟一下 他心里迟早还在想 能瞒你多久是多久 绝对不能让你知道所有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逼到绝路上 逼到墙角处 告诉他你真正的态度是什么 老师直言 这样的婚姻早就该理了 不明白小王为什么能忍七年之久 而到了此时此刻 小王都还在犹豫 图雷老师是看在眼力痛在心里 不过他也只能尽力取劝说 毕竟选择权在小王身上 那他们最终会怎么样呢 你还会支持他们在一起吗 三位老师的扁平 我知道我差点把这个家整散了 我以后打彩票这个我妈妈就改 跟蔡姐那事 我不会跟他想一下 甚至跟他联系那么密切了 毕竟他也是我的客户 请你也体谅体谅一下我 以后我也会多回家陪陪你跟孩子 你自己想想我跟你结婚这八年了 你说然后我因为你 我就得了心脏病了 你说你这话还是卖药的 你问过我吗 问过我说 爱心脏好点没呀 我去给你弄点药去吧 也没有问过我说 什么孩子最近怎么样啊 好没好啊 那个学习怎么样啊 孩子上你也没有关心过 你说你 你说什么好吗 好 时间到 小韩跟妻子进行了深深的道歉 并自我反省了过去的错误 最后也跟小王做出了承诺 而小王听到丈夫的道歉 心中越发觉得委屈 再次说起了小韩过去的种种劣迹 看来生活中小韩不靠谱的事情 还有很多 我们了解到的只不过冰山一角 看得出小王积怨已久 那么小王最终会做何选择呢 我知道我哭了 下来我都会答案 请你原谅我 我跟你说 我不是说不给你机会 你知道吗 我以后也肯定会看你实际行动 知道吗 答案你 我答案你 我都改了 我答案你 我都改了 那以后我开始实际行动啊 行 最终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小王选择了再给小韩一次机会 而小韩也紧紧的抱住妻子 再给他承诺 不得不说 生活有时就是这样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看到这一幕的王琪老师和图类老师 终于绷不住了 选择了相继离场 而对于他们的离开 赵川老师做了这样的解释 我理解陆琪老师和图类老师两个人的态度 总是理解的 确实你会很气愤 但是说句实话 那还是他们的生活嘛 我们的老师们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表达他们的一种状态 他们的一个观点 好了 图类老师和王琪老师的离开 仅仅只是表面一种态度 是对事不对人的 希望大家也能正确对待 而对于小王的选择 我们也只能祝福他们 希望他以后真的能够幸福 也希望小韩真的能够信守承诺 不要辜负小王的一片情深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对于小王和小韩的问题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诸事顺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